口炎猫猫要换个地方继续治疗口炎了 自从7月份去车库榜家用我小猫的时候 先抓住了一只小起司 因为到处堵了车骨路 所以给它取名叫车骨路 又抓到了一只小白猫 因为到处堵了轮胎 所以给它取名叫轮胎 最后抓到的是这个小梨花 就是著名的大聪明 而它们三个的猫猫 在我们去的时候已经艳艳一息了 东西都快吃不下去了 一般这种野外的流浪猫 得了严重的口炎都会活活饿死 然后口炎猫猫就被我带回了医院 我原本的计划是把他的口炎 治好之后再方规 没想到一治疗就是半年 半年里面无论是给他打针 还是把牙都没有办法完全根治 反而半年的时间里面 让口炎猫猫混了我三只疫苗 加一个豪华就位套餐 真的是配的裤子都不剩了 这种情况就够不能方规了 没有办法还得继续给他治疗 可能推荐了一位阿姨擅长治疗口炎 准备把他送到阿姨那边去治疗一下 口炎猫猫感觉在我这边 生活得太自然了 来到地上装死不愿意走 被我揪起来放进了猫包 到了阿姨这里才知道 阿姨小小的家里面 救助了十几只流浪猫狗 而且外面还喂着四十多只 这一只是双目失明的小猫 虽然它有眼睛 可是它是个睁眼瞎 还好睁眼瞎已经非常熟悉 家里面的环境 虽然看不见也不影响它的生活 这一只小鼻熊也是救来的 特别可爱特别懂事 家里新救出来的猫都是它在照顾 是一只非常懂事的狗 所以给它取名叫董事狗 而这个长毛的小狮子猫 是刚刚救助回来的 一只眼睛有问题 它特别喜欢跟着董事狗 所以给它取名叫跟着狗 预门的是跟着狗 特别喜欢好玩 还想跟着我被我撵了出去 这是阿姨救助的另外一只狗 所以给它取名叫二狗子 当我把可原猫放到笼子里面的时候 这个小奶牛就一直趴在栏杠上偷着看 所以就给它取名叫偷着看 然后它又跑到相对后面 和一只小白猫偷着瞧我 就给这个小白猫取名叫偷着瞧 后来偷着看和偷着瞧都被我帮着领养了出去 现在也都各自有了家 我是想尽力帮阿姨把她救助的猫往来领养一下 阿姨已经60多岁了 推脚行动不方便 照顾这么多的猫确实有点吃力 不过也确实令人敬佩 帮着阿姨领养出去几只之后 阿姨这里面还有小十只 这也是一只有口牙的猫 幸好被救了回来 曾经我家的小菊和流浪猫猫也是口眼 直到拳过拔牙之后才拳移 但口羊猫把牙全没有好 可能是病毒性的 所以家里面的小猫也是需要注意口腔卫生的 办公室里面这些猫 每天都给他们清洁一下口腔 小猫咪也是需要刷牙的 现在口羊猫在阿姨这边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 看上去好了很多 等改天有时间的时候再去看它